這次的一個系列的講題 其實是關於 《楚源》的喜劇 其實《楚源》 語片時其實 厭格 去定義 他拍的喜劇不算 特別是說多 譬如說 《大將古日記》 《玉女添丁》 或者《發生情人》之外 不明顯是喜劇之外 其他不正式拍一套的喜劇 其實是不算多 其他不同類型的電影 他都會 滲入一些 喜劇的元素 或者譬如 《黑玫瑰魚》 我們都可以找到 他放了一些 喜劇元素在裏面 而後來的戲 會有進一步的 發展或者的演變 最明顯的一場就是 開場 沒有多久 陳寶珠和 藍洪發現 張敏夫這個謝妍好像 有點不對勁 他們想著去試探他 但他們試探的方法就是 很有趣透過一個 扮演 做一場戲 像大爐鳳一樣 試探你究竟是 先選一個 一個就是 扮演到 好像跟他相識 很相識 很友善地和他 聊天 但實際上是想去 偷了他的相機 另外一個就是 陳寶珠他扮演的 跟藍洪有很大分別 不是扮演一個很熟女式的 仍然是一個 很瘋狂 很瘋 很大 甚至是一個很誇張的 一個大部份 甚至他講一些 都是完全不可信的 譬如說自己生了一堆 小孩去搞亂檔 這樣的角色 在這個圍著 當然整個戲的 調子或者那個類型 都不是一個喜劇 其他部份都沒有 好像這一段 那麼瘋狂 但是在粵語片時期 有幾部比較 突出的採演的喜劇 譬如說是 《大象夫日記》或者 譬如是 後來很經典的一個 喜劇結作就是 《玉女千丁》 其實就是將這些 近乎一些 妄想式或者鬧劇式的 想像的喜劇 把它發揮到一個 很極致的地步 我覺得有趣 其實就是 坐完去搞這些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透過一個 扮演 去引迫出一個 很荒謬的處境 或者透過他 扮演不同的角色 去做一些少年 我會有事找他 糟 走開 快要不要 快要不要 快要不要